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佛法里面有个叫菩萨行 这行是行什么呢 就是行正道 一个人走正道 就是要行事善业 不要去做坏事 人间的小便宜不要去贪 很多事情不要去贪求 这样的话你就行正道 该你的是你的缘分 不该得的 从佛法接讲就是恶缘 所以很多人不该得的东西一定要想去得到它 那么这个人就是恶缘产生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首先要不贪物贪 要培养自己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有却有 没有无所谓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生活当中呢 经常想 我不要买什么东西 一个人无求 就是不要买什么东西 经常 一个佛友跟你们说 我够了 我有了 我可以了 他有这种走正道 不贪的人 所以你们生活当中 如果碰见有些人经常跟你们说 我够了 可以了 那么这种人 他至少对钱财 对物欲 没有欲望 整天想出去买东西 整天觉得不满足 我要的这个还要那个 这种人有欲望在心中 那么他就很难制止 他自己心中的贪念 就不能有效的来约束自己 所以我们学佛人首先要 降低欲望 才能在自己心中 有效的约束自己 想想我们过去 贪的还少吗 什么都要 很多人贪过头了 最后烦恼一生 很多人贪了出事了 你们去看好了 过去一个人有一个店 他不贪 这生意一直很好 他想扩展了 第二家一定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能量体 如果只能让一个生意好起来 他再开一个分店 他就溃本了 你去看开两个三个的 没有一个不贵本 为什么 因为用我们学佛人讲 他的功德不够 他就赚很多钱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饭店 这一点点赚小财的命 没有赚大财的命 听懂了吗 所以很多人开了两三个倒闭之后 一直打过去 早知道就一直打过 所以贪心少 烦恼少 今天师父跟大家讲的 要学世间的八法 世间八法 过去很久以前我给大家讲过 要征服自我的执着 必须要学世间八法 就是指世间的利益和陷阱 你都要明白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是说单单拿利益的 你还有很多的陷阱让你转的 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到后来就慢慢地 转到陷阱里 世间八法第一 人的毛病 第一 希望受到赞美 你们看哪一个人 不希望受到赞美的 你做个菜 人家说 你做的真好吃 开心了吧 一个人总是有陷阱 第一点就是希望受到赞美 你去看看一个人受到赞美之后 马上就 哎呀 轻了 轻了 第二 人不希望受到批评 你看任何一个人 只要受到批评 马上就不开心了 有的人不开心是一分钟 两分钟 一个小时 有的人不开心是 一年 一个月 但是有一些人喜欢记仇的 你当了很多的面 讲他一下 他可能会记你一辈子 第三 世间八法里面有一个 人希望得到 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 都不希望失去的 希望得到是第三 不希望失去那是第四 你看人得到之后 他希望失去嘛 不希望的 对不对啊 第五 人的毛病现行就是希望快乐 快乐有的时候 不应该也快乐的时候 你也快乐 你就倒霉了 有一个人学的 一个高僧的一个寄语嘛 是快乐的寄语 结果人家家里死人了 他也跑去念快乐的寄语 最后被人家打出去了 是什么意思 因为人希望快乐 也是个陷阱啊 人家让你快乐 你接下来就做错事情 举个简单的意思 人家给你喝酒了 你快了吧 接下来人家拿单子在 酒席上叫你签字了 你签不签啊 第六 不希望痛苦 绝对不希望痛苦 第七 希望生命远波 你看很多人都希望 希望自己做点事情啊 人家知道我吗 人家是告诉我做的吗 我这个事情有谁知道啊 没人知道 不开心的 现在是不谈了 有多少人远伐 我这个群里有多少人知道啊 开心吗 所以佛陀在2500年的时候 就告诉我 人希望自己的生命远波 这都是毛病的 第八 不希望默默无闻 受到护士 就是不被人家重视 你看看人子要 可以party了 总是希望 别人来重视你 哎呀啊你来了 你来了 请坐请坐 开心了 他对我你看多好 你把他冷落在一边 哎呀你来了 你说这不开心了吧 其实佛法讲的有八件事 是让人软弱的 指的就是世间八法和八种陷阱 就是刚才讲的 你看人不希望受到批评 他软弱了吧 他不敢给人家争了吧 争得容易给人家受到批评吧 那他就不讲道理了 不讲原则了 该你站出来指出人家毛病的时候 你不希望被别人反过来讲你 因为你身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那你是不是软弱了 所以很多人自己身上有毛病 就不敢讲人家 那你这人还有苦气吗 还有正义感吗 佛法的话要伸进去听的 不是听表面的 世间八法实际上还要指的 不是单单刚才那个八个 还有就是毁与欲 毁就是被人家毁谤了 欲战欲 荣誉的欲 毁与欲 得欲失 苦与乐 鸡与称 鸡就是讥讽别人 称就是称战 谁都希望快乐了 谁都希望荣誉了 希望得道了 希望称赞了 谁也不希望被人家毁谤了 自己失去了 自己吃苦了 被人家击捧了 所以佛法不离世间 佛法就是生活法 所以说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法 不离世间法 这句话以后你们 要经常记住 去度人的时候 可以讲这句话 人家说 人家说 哎呀 薛佛没用的 薛佛有什么了 以后死了之后 能向天 你要告诉他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法 所以对欲望 人要没有需求 人对欲望 不要有需求 你心就会不动 你看做广告 我经常讲的 心动不如行动 他就是利用你 一看这个广告 心动了 然后他就跟你说 你赶快行动呀 所以你没有需求 你心不会动 心不动 你的妄念就会离开 没有妄念啦 所以心中无阻碍 如果一个人生心当中 没有阻碍的话 你全身心就是畅通了 你想想看 一个人什么都想得通 什么都畅通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人多开心 这里想不通 那里想不通 这个人能通吗 你们家里下水道不通 自来水管又不通 店又不通 你说你在家里怎么生活啊 火法中讲的空性 就是叫我们啊 要在人间安详 在人间如果你能安详的话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无私 你们肯定以为是没有私心的死 错 思维的死 不要去想啊 痛苦是想出来的 烦恼是想出来的 很多事情都是想到后来会害怕 越想越烦恼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放不下 想到后来的忧郁症 恐惧症 全部都出来了 不要去想啊 所以一个人空了 才能聚集大能量 你想想看一个人 心中没有对人家有看法 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很随便吧 你如果心中有负能量 对这个人有意见 对那个人有意见的话 你会不会跟他讲话 有距离 肯定会有的 那你就不畅通了 你就不能用正常的能量来生活 所以你们要记住 只有佛缘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 无缘的大爱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好修行 使佛心中挂念在你们